公爵小姐把小狗从膝盖上推下,理了理衣服上的褶子。 她说,这就是对那些为她牺牲了一切的人的感谢和报答。 好极了,太好了,公爵,我什么也不需要。 瓦西里公爵说道,是这样,然而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妹妹。 但是公爵小姐没有听她说话,是的,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忘记了。 在这个家里,除了卑鄙、欺骗、嫉妒、阴谋、知恩不报、最卑鄙的忘恩负意外,我不能再期望还有别的什么。 你到底知不知道遗嘱放在哪里? 瓦西里公爵问,她的腮帮子比刚才抽动得更厉害了。 是的,我很愚蠢。 我相信过人,爱他们,牺牲自己,而得到好处的都是那些卑鄙下流的小人。 我知道这是谁的阴谋。 公爵小姐想要站起来,但是公爵拉住她的手,不让她起来。 从公爵小姐的样子看,她好像一下子对整个人类都感到失望了。 她愤愤地看着对方。 还有时间,亲爱的,你记住,卡迪士,这一切都是她在生气的时候,在病中未经慎重考虑做的,过后也就忘了。 我们有责任,亲爱的,纠正她的错误,不让她做这件不公道的事,以减轻她最后时刻的痛苦。 不让她带着这样的想法死去,不让她觉得自己造成了那些人的不幸。 那些为她牺牲了一切的人。 公爵小姐接过话头说,又想站起来,但是公爵不放开她。 她从来都不看重这一点。 不,表叔,她叹息着加了一句。 我会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等待报答。 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正义,也没有公道。 在这个世界上,就得狡猾,凶狠。 好了,别激动,我知道你心肠好。 不,我心肠狠。 我知道你心肠好。 公爵重复说,并且看重你的友谊。 我希望你对我也有这样的看法。 别激动,咱们好好谈一谈。 现在还有时间,也许是一昼夜,也许只有一个钟头。 你把你所知道的有关遗嘱的情况全都告诉我。 主要的是告诉我它在什么地方。 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现在就拿去给伯爵看。 他大概已经把它忘了,想把它销毁。 你知道,我的一个愿望是神圣地执行它的意志。 我就是为这件事到这里来的。 我待在这里的目的是帮助它和帮助你们。 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知道这是谁的阴谋。 我知道。 公爵小姐说。 问题不在这里,亲爱的。 这都是您的保护人。 您的那位可爱的德鲁别斯卡亚公爵夫人, 阿娜米哈伊洛夫娜, 这个卑鄙下流的女人。 给我当女仆我都不要, 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 唉,别说了。 去年冬天她钻到这里来, 在伯爵面前告我们的状, 尤其是说了索菲的许多坏话。 话说得很卑鄙, 很下流, 我简直无法重复。 伯爵气病了, 整整两个星期不愿意见我们。 我知道, 在这个时候, 她立了这个讨厌和可恶的遗嘱, 但是当时我以为这个文件毫无意义。 问题就在这里, 以前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呢? 放在镶嵌着装饰图案的公文包里, 伯爵把这只公文包压在枕头底下, 现在我知道了。 公爵小姐说, 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是的, 如果我有罪孽, 有很大的罪孽的话, 那么这就是恨这个坏女人。 公爵小姐几乎在大声喊叫, 她的样子完全变了。 她干嘛要钻到这里来呢? 我要对她把所有的话全说出来, 这个时候会到来的。 在接待室和公爵小姐的房间里正在进行这样的谈话的时候, 在这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那的马车驶进了别族霍夫伯爵的院子。 当马车驶到窗下铺着的软软软的干草上时,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想对皮埃尔说几句安慰的话, 不过深信他已经在角落里睡着了, 便把他叫醒。 皮埃尔醒来后, 跟着安娜米哈伊洛夫那下了马车, 这时才想到他将要同病危的父亲见面的事。 他发现他们没有到正门外, 而是到了后门。 当他走下踏板时, 有两个穿着商人服装的人急忙从门口跑开, 躲进墙边阴影里。 皮埃尔停住脚步, 看到房子两边的阴影里还有几个这样的人。 无论是安娜米哈伊洛夫那还是仆人和车夫, 一定也看到了这些人, 但是没有去注意他们。 这么说来, 需要这样做, 皮埃尔暗自这样断定, 他便跟着安娜米哈伊洛夫那走了。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一面匆匆忙忙地顺着灯光微弱的狭窄石梯向上走, 一面招呼着落在他后面的皮埃尔。 皮埃尔虽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去见伯爵不可, 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在后面的楼梯, 但是看到安娜米哈伊洛夫那的那种自信和匆忙劲, 心里便断定,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在楼梯的半中央, 他们差一点被几个穿着皮靴提着水桶朝他们迎面跑下来的人半倒, 这些人往墙边靠, 让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那过去, 在看到他们时,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 这里通几位公爵小姐的住处吗?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问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对, 仆人大胆地高声回答道, 好像现在可以放肆一些了, 左边的门, 太太。 也许伯爵并没有叫我, 皮埃尔到了楼梯平台时说, 我还是到自己房间去。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停住脚步, 等皮埃尔赶上来, 啊, 我的朋友, 他摆出上午同儿子说话时的姿势, 碰碰皮埃尔的手, 相信我的话, 我并不比您好受, 但是你要像一个男子汉的样子, 我真的一定要去吗? 皮埃尔问, 他透过眼镜亲切地望着安娜米哈伊洛夫那, 啊, 我的朋友, 您要忘掉人们可能有的那些对不起您的地方, 想一想, 这是您的父亲, 他也许快要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 哎, 我一见您, 就像爱儿子那样爱您, 请相信我, 皮埃尔, 我不会忘记您的利益的,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 他又一次更加深切地感觉到, 一切都应当如此, 便顺从地跟在这时已在推门的安娜米哈伊洛夫那后面, 这扇门通向后门的过厅, 伺候公爵小姐们的一个老年男仆坐在过厅的角落里, 他正在织袜子, 皮埃尔从来没有到这一边来过, 甚至没有想到过还有这些房间,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像一个用托盘托着水瓶, 从后面赶过他们的女仆问公爵小姐们身体可好, 随后带着皮埃尔沿着石廊往前走, 走廊上左边第一扇门通向公爵小姐们住的房间, 托着水瓶的女仆在忙乱中没有关上门, 于是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那经过时, 不由自主地朝房间里面瞧了一眼, 看见那里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两个人彼此挨得很近的坐着, 正在说话, 瓦西里公爵看见两个人从门口经过, 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身体朝后一靠, 公爵小姐跳了起来, 气冲冲地使出全身力量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公爵小姐的这个动作与他平常心平气和的样子很不相像, 瓦西里公爵脸上露出的惊恐表情也同他平时傲慢的态度很不相衬, 皮埃尔看到后停住脚步, 用疑问的目光透过眼镜看了领他走的安娜米哈伊洛夫那一眼, 安娜米哈伊洛夫那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 他只是微微一笑叹了口气, 仿佛想以此表明这一切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您要像一个男子汉的样子, 我的朋友, 我将照管您的利益。 他对他疑问的目光做了这样的回答, 说完加快步伐, 顺着走廊继续往前走。 皮埃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更不明白照管您的利益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就应该这样。 他们顺着走廊到了一个挨着伯爵的接待式的半明半暗的大厅, 这是皮埃尔从正门的台阶上见过的那些阴冷豪华的房间之一, 但是在这个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空枣盆, 地毯上溅了水。 一个仆人和一个提着香炉的教堂下级人员捏手捏脚地朝他们迎面走来, 没有注意他们。 他们进了皮埃尔熟悉的一个接待室, 这个房间的两扇意大利式窗户朝着冬季花园, 里面有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大型塑像和全身画像。 接待室里还是那些人, 他们几乎都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正在交头接耳地说话。 突然大家都不作声了, 回过头来看了看近来的哭肿了脸, 脸色苍白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和低着头顺从地跟在他后面的肥胖高大的皮埃尔。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的表情表明, 他意识到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他摆出一副彼得堡能干女人的派头, 比上午更加大胆地进了房间, 叫皮埃尔紧跟着他, 他感觉到, 因为他是带着病危的病人要见的人来的, 他一定会受到接见。 他迅速地朝房间里所有的人扫了一眼, 看见了伯爵的忏悔神父, 这时他并不像是弯下腰, 可是身体突然变矮了, 迈着小碎布朝神父走去。 同时恭敬接受这一位神职人员, 然后又接受那一位神职人员的祝福。 谢天谢地, 您终于及时来了。 他对一个神职人员说, 我们这些亲属都非常担心, 这个年轻人是伯爵的儿子。 他压低声音加了一句, 可怕的时刻。 他说完这些话, 走到大夫面前。 亲爱的大夫, 他对大夫说, 这个年轻人是伯爵的儿子, 还有希望吗? 大夫默默地用很快的动作抬起眼睛, 耸耸肩膀。 安娜米哈伊洛夫呢, 也用同样的动作耸肩和抬眼, 几乎闭上了眼睛。 他叹一口气, 离开大夫, 转身到了皮埃尔跟前。 他用特别尊重的, 亲切而带忧伤的语气和皮埃尔说话。 您要相信上帝的人词。 他对皮埃尔说, 给皮埃尔指了指一张小沙发, 要他坐下来等他, 自己悄悄地朝那扇大家注视着的门走去。 只听见这扇门轻轻响了一声, 它就消失在门里了。 皮埃尔决定在所有事情上都听从安娜的指导, 便朝安娜指的小沙发走过去。 安娜米哈伊洛夫纳进了那扇门后, 皮埃尔就立刻发现,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这目光超过了好奇和同情。 他还发现, 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 不断用眼睛瞟着他, 似乎带着惊恐甚至奉承讨好的神情。 他受到以前从未曾受到过的尊重, 那就是一位正在同神职人员谈话的不认识的女士站起身来, 请他坐下。 副官拾起了皮埃尔丢的一只手套递给他。 大夫们在他经过时为了表示尊敬, 都停止说话, 闪到一旁给他让路。 皮埃尔一开始想坐到另一个地方去, 以免挤着那位女士。 同时想自己去捡那只手套和绕过那些根本不挡他的路的大夫们。 但是他突然觉得这样做不大合适, 觉得他自己今天夜晚成了一个负责完成一项可怕的和大家期待着的仪式的人, 因此应该接受大家的效劳。 他默默地从副官手里接过手套, 在那位女士让出的座位上坐下, 把一双大手放到两个对称的膝盖上, 摆出类似埃及塑像的天真姿势, 心里暗自决定, 这一切就应当这样, 今天晚上为了不张簧失措和不干蠢事, 他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而应该完全服从指导他的人的意志。 不到两分钟, 瓦西里公爵穿着长衫, 配着三枚星张昂起头, 高视阔步进了房间, 他似乎比上午消瘦了些, 当他环视整个房间和看到皮埃尔时, 他的眼睛显得比平常要大, 他走到皮埃尔面前握住皮埃尔的手, 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把他的手往下拉, 仿佛想试一试这双手结实不结实, 勇敢些, 勇敢些我的朋友, 他吩咐把您叫来, 这很好, 说着就想走开, 但是皮埃尔认为有必要要问一下, 便说, 身体怎么样, 他犹豫起来, 不知道称呼病危的人伯爵是否合适, 而称他父亲又觉得不好意思, 半个钟头前中风又发作了一次, 中风又发作了, 勇敢些我的朋友, 皮埃尔的思想很混乱, 他在听到中风两个字时, 把他想象成受到某种物体的打击, 他困惑莫解地朝瓦西里公爵看了一眼, 后来才明白这指的是一种病, 瓦西里公爵一边走一边对洛兰说了几句话, 踮起脚尖进了门, 他不大会踮起脚尖走路, 因此整个身子笨拙地蹦跳着, 跟着他进去的有大公爵小姐, 还有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下级人员, 伺候的人也到了里面, 从门里传来了挪动东西的声音, 最后安娜米哈伊洛夫纳跑了出来, 他的脸还是那样苍白, 但是带着坚决履行职责的表情, 他碰碰皮埃尔的手说道, 上帝无限仁慈, 中复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走吧。 皮埃尔进了门, 踏着软绵绵的地毯, 好像现在已不必询问, 是否允许进这个房间了。 皮埃尔非常熟悉, 这个用圆柱和拱门分隔开, 四面墙上挂着波斯壁毯的大房间, 在圆柱后面的那个部分, 一边放着一张挂着绸杖的高高的红木床, 另一边则是一个大神龛, 这里好像坐玩岛时的教堂一样, 被一片红光照得通亮。 神龛里的圣像金属衣室也被照亮, 在他的下方放着一张长长的福尔泰的安乐椅, 上面放着新幻的还没有压轴的雪白的靠枕, 这里躺着别族霍夫伯爵, 他那魁梧的身体是皮埃尔非常熟悉的, 现在一条浅绿色被子盖到他的腰部, 宽阔的前额上仍然有一柳像失踪式的白发, 俊美的橘红色的脸上依旧布满特有的显示高贵气质的深深的皱纹, 他躺在神像的正下方, 两只粗大的手从被子底下伸出, 放在上面, 在手掌朝下的右手里, 在拇指和食指中间夹着一只蜡烛, 一个老仆人从安乐椅的一边弯下腰扶着这只蜡烛, 安乐椅旁站着几个神职人员, 他们身穿闪闪发亮的法衣, 披散着长发, 手里拿着点着的蜡烛, 在缓慢而庄重地祷告, 在他们背后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位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 各自手里拿着手绢捂住眼睛, 他们的姐姐卡蒂什站在前面, 带着愤恨和坚决的神情一直目不转睛地叮嘱圣像, 仿佛是在对大家说, 如果他回头看一下的话, 那么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